如果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,最终找到了匹配的珍重者,那么时间至关重要。 公体器官离体后置移植到受着体内的时间间隔越长,器官的功能就越差。 要提高移植成功率,器官必须尽快安全地从一个地点运送到另一个地点最近的试验表明,无人即可以胜任这项任务。 经历了在手术台上等待器官送达的焦虑后,因为外科医生想到了新的器官运送方式。 我经常遇到了由于器官没能及时送达,而无法进行移植手术,导致救命的器官没能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情况。 巴尔蒂摩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约瑟夫斯卡莱亚·朱萨斯凯利尔博士说,真的很有挫败感,所以我想开发一种更有效的方法。 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,其中包括马里兰大学航空航天工程系的同事,一起研究无人机,是否能够运送器官。 他们选择了大疆M600P2O无人机进行试验,该无人机的溜感螺旋角下方各有一台电机,并且能使螺旋角远离装有器官的智能冷却器,从而避免器官因发动机散热而受损。 接下来,研究小组专门设计了一个无线生物传感器,用于测量器官在途中的温度、气氧、高度、振动情况和GPS定位。 无人机和无线生物传感器准备就绪后,研究人员只需放置器官就可以完成试验。 去年3月,研究人员得知,有一个硬件抗状况不达标而无法移植的,肾脏可用于研究。 在大约24个小时内,该肾脏被运送到了1600多公里外的巴尔蒂姆,无人机完成了其首次运输任务。 该研究结果于11月发表在R111健康语医学转化工程期刊, A Atonal Engineering in Health and Medicine,上。 在14次飞行任务中,该肾脏在空中飞行的总时间超过一个小时。 其中在最远离一次任务中,该肾脏飞行了2.4公里,这一距离相当于室内医院之间公体的运输路线长度。 研究人员发现,在整个试验过程中,肾脏的温度稳定在2.5摄氏度,气压与高度相符。 由无人机运达的器官最大速度,达到每小时67.6公里。 此外,使用无人机运输的肾脏,必使用固定翼飞机,双眼型涡轮螺旋桨飞机空中火王,受到的震动较小。 在无人机运输之前和之后,分别对肾脏进行和组织检查,没有发现任何损伤,这表明具象首次使用无人机运送器官的试验是成功的。 我觉得我们这项研究非常棒。 斯卡拉雅说,这只是第一步,接下来我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,使患者更快获得救命器官,并取得更好的结果。 位于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的威廉凯里大学古科医学院的高级副院长,伊塔洛萨伯劳。 博士研究过,如何在自然灾害,后使用无人机,向偏远地区运送医疗物资。 他对阿里兰研究小组的研究表示赞赏。 法伯劳表示,该研究完成得很出色,以较短的运输时间和距离为重点,完美地证明了无人机运送的潜在可行性。 但他也表示,后续研究需要验证无人机的应用范围,能否扩大到更远的距离和更长的运输时间。 那么,医院什么时候才能接收到无人机运送的器官吗? 法伯劳和斯卡莱雅,独提到了继续推进的障碍,在美国操作无人机,整个飞行过程,必须处于操作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。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,无人机在飞行区域内的飞行,高度不得超过122米。 在探索将无人机作为一种运输方式时,这些限制不仅会影响到重要器官的运输,还会影响到大量医疗用品的获取。 根据全国对无人机技术的讨论,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,我们也会克服这些困难。 斯卡莱雅说,虽然很难,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。 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三年之后,团队证明了无人机技术喜欢的可行性,斯卡莱雅对此感到激动不已。 他现在正与美国其他研究小组和医院合作,以确定无人机技术的可行方案。 尽管该小组最近的试验,并未涉及移植到活体内的顺藏,但下一步会进行尝试。 斯卡莱雅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进行这样的事业,也许就在2019年初。 敬请期待。 他说,文章来源,越智。 啊,发表在I-Spectrum上的英文原文,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。 以上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